大家好,今天是9月22日 回到明報PUSHR埋伸擊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Dollar Yen和美匯指數 日本央行今天意識維持利率不變 一如市場預期,繼續量寬 看到Dollar Yen應聲抽獲上去,在做14820 技術面上仍然維持著強美元、弱日元的走勢 雖然日本央行也提及過日元過份波動 便會干預市場 但無論如何,美金仍然強勁 日元偏淡 在走勢或做法上,正常來說仍然維持著向上看 維持著日元偏淡,美金強 下一個目標多數會令到央行 在香港比較緊張的就是再破頂 15196 但在現在這個技術面上 我們仍然維持著買美金、固日元 退場位,如果你放得鬆手一點 應該放30天, moving average 大概146.7 不穿146.7,因為未穿過 彈上來8月,彈上來未穿過 穿146.7,我們才退場 目標可否挑戰到去年高位 151,1519多 去到日本央行的底線 暫時來說,美金仍然上升 看看美匯指數 你看到美匯指數昨天最高105.44 105.44接近全年高位 應該這樣說,全年高位是105.44 之前是105.43 上到這些位置 現在下一步 不是全年高位 先看清楚 全年高位是在 2023年3月8日 105.87 這個還未到 現在的問題仍然都是這樣說 美國的息口仍然高企 甚至乎 白威爾都表示會有機會再進一步 市場亦都預計了今年會有 還有一次加息 如果保持一個強勁的息口 高息口 美匯指數不是那麼容易走下去 再加上股市偏淡 避險的因素 亦令到美匯指數是保持強勁的 現在仍然站著 你就不要過份看淡的美金 不要過份看淡的美金 看看可否有機會 短時間之內做全年高位 全年高位 再說一次 就是在3月8日所做的105.87 看看可否繼續上去 暫時的美金仍然是強勁的 對於非美貨幣也不應該低位賣 現在你看到日元也偏淡 EURO偏淡 英鎊偏淡 澳紐上落市 但是 美金仍然是強勁的 就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就這樣 不要硬去沽美金 現在的美金仍然是保持強勁 就是這樣好不好 如果有問題就留言給我 拜拜